画面现场就是基隆市体育会 以及各单项委员会的体育干部 共同进行业务研讨 会中邀请市府单位教育处长刘美兰 以及民政处长张渊祥等人 共同列席讨论 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基隆的体育季 即将在三月份起跑 从三月十一号第一场的软软机 战走开始 我们可能要跟市长商量 把基隆体育的所有的活动系列 包括七个区的我们建主 还有我们新著名的嘉年华会 还有自行车 声音障碍 全市运动会 陆陆续续有将近六十几项的活动 我们从三月十一号公警市长开楼 开始我们基隆系列体育剂 在我们体育院的官网站 什么时候哪个区建筒 欢迎全市大家一起来运动 身体健康重大楼 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龙州比赛 是否能够重回基隆港举办 对于这一点大家都很期待 不过还要进一步与港区协商 以前龙州曾经在基隆港办过 而且那个基隆港那时候 还没有海洋光场 我们现在海洋光场已经做好 希望能够和基隆港务局 大家来协调 我们也不一定说要滑过去客压大厦那边 是用横的从火车站这个方向滑过去 我们东岸行车场这方向 因为它只有两百公尺 我们这个宽度有将近四百公尺 这个方向很可以 因为在基隆港办的话 所以可以吸引我们前世市民 而且基隆广场上面表演 还有我们制作可以摆一些 基隆的那些 十大办手里 可以广为宣传 也可以让台北 台北人来 因为台北 台北新北他们都在河里面 在那个海里面刚到北 我们把这个现场出去 把基隆港这个插牌打出去 而且我们基隆 现在是所有的游轮的母港很多 大家来这儿 北龙团跨大团帮流 可以跨我们的游轮 我希望说可以跟市长报告 朝这个方向 明年我们的龙洲 可以在基隆港来执行 活动现场可以发现 各单项体育的李市长 有许多都是市议员担任 及各界领袖 可见得对于健康公益的活动 大家都非常乐于参与 希望大力提倡基隆的体育风气 鼓励市民大众多运动 才有健康的身体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